各位同仁请就座开会 我们先来确认上一次的会议记录 第26次到30次的会议记录 已经放在各位同仁的桌子上 请大家参阅看一下有没有意见 如果对会议记录没有意见的话 有没有意见 那会议记录确认 也跟大家报告 本会各党团 就三个党团 在昨天的下午两点 就本次大会市府提出来 就是要卖财产的部分 超过500平方公尺的这个市有土地处分案子 根据上一次 上一届的议会 我们也需要进行政党的协商 那请议事主宣读一下 昨天党团协商的结果 高雄市议会党团协商结论 协商主题 协商有关市政府提案 土地面积超过500平方公尺 标售让售案 如附件第二页 协商时间 105年5月24日下午2点5分 协商地点 本会二楼议长市 协商结论 除财经类第65号案 依委员会审查意见不同意外 其余12案 送大会公决 暂会下午2点40分 宣读完毕 所以等一下我们审财经的部分 有500平方公尺以上的土地处分 根据政党协商的结果是送大会公决 那有其中一个案子是不与同意的 等一下会一一的跟大家宣读 现在也在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下午的议程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来审议市府的提案 但是应该是从财经委员会开始 不过因为海洋局有一件案子比较急 这个案子呢 因为关系到前一阵子的航海 我们渔温养殖渔业 这个自治条例的修正 时间很紧迫 对于当时航海受到的各位 养殖业者的补偿 有很重要的时间上很紧迫 所以我们想请求大会同意 我们先审市政府海洋局这个修正案 那你们同意先与审议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开始 请法规委员会的召集人上台报告 各位同仁先审这个案子 有没有意见 这个案子审过了 我们就要再回去原来所规定的这个财经的部分 那请法规委员会的召集人张峰腾议员上报告台 请专门委员宣读议案 就是海洋局这个案子 先生这个案子没有意见我敲一下锤 谢谢 事无法规提案 第三号案主办单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案有请审议修正高雄市路上渝文养职一页登记管理自治条例 第五条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文草案 请议员翻开 高雄市路上渝文养职一页登记管理自治条例 第五条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条文修正查案条文对照表 各位同仁对这个条文有没有意见 请海洋局说明一下好不好 重点在哪里 王局长请 谢谢议长 跟各位大会议员报告 这一次主要修正的整个路上渝文养职与业登记管理自治条例 主要是因为今年1月份的霸王级寒流寿致我们的养殖与业遭受相当大的损失 那根据整个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规定 是需要领有养殖登记证才可以符合整个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过去其实在我们的很多养殖区里面 在永安弥陀这些养殖区里面 很多的养殖户 养殖户其实因为整个土地共有的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顺利取得所有其他人的这个养殖政绩 土地使用同意书 所以以至于它的整个合发的养殖 养殖面积其实是有减少的 跟它实际的经营状况有落差 为了修正这样的一个可能对养殖户造成的损失 海洋局这边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养殖渔业的修正条例 希望能够在经过相当的一个程序之后 如果可以依照让海 没有完全取得土地共有人 持分所有权人所有人的同意的时候 海洋局还是可以能够先与核发实际经营的面积 让他们可以来取得整个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一个条件跟资格 以上简单的跟大会说报告 好 请邱俊宪议员发言 谢谢议长 这件事情其实在议会里面 其实高明宁议员跟我其实有召开相关的公听会 五分钟 好 谢谢议长 就是有召开一个公听会讨论相关的这些东西 的确这是非常有时效性的问题 所以今天如果大会大家通过之后 其实拜托局里面相关的进程 赶快去处理 因为损失真的很严重 可是在公听会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也提到一个建议 我在这边 在大会里面 我觉得还是必须去表达这样的一个建议跟立场 因为前阵子我们也知道 林泉院长刚上了之后 其实有下来看了我们大叔 因为气候异常的关系造成了灾损 其实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现金补贴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 所以其实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农政单位 包括海洋局 其实适当的预算 透过更精确的气象的预报 然后怎样值得预防的方式 减少这些农民与民朋友的损失 才是解决方法的方式 不然这样子其实不断的补贴 其实每年遇到这些问题还是一样 包括这一次的航海 其实气象预报其实早就有说了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处置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样的准备 所以在大会里面其实 支持这样的知识条例赶快去修正 然后赶快让渔民朋友得到适当的帮助 可是我们公部门里面必须要负责人去面对这个问题 包括那一天曹启宏曹主委下来 其实也有提到相关的问题 因为之后的气候的变化 异常的状况其实会越来越频繁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可是怎么做才能改变这个问题 现金补贴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所以这部分我在这个大会里面 必须提出这样的建议 然后也在自己里面 然后拜托海洋局 真的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不然对渔民朋友的保障 其实会越来越严苛 那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预算 可以去补贴这么大的损失 所以在这边以上做这样的建议 谢谢 好 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有没有意见 那针对海洋局的这个法规的这个自治条例的修正案 各位同仁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照案通过 那我们直接进入 照惯例进入三读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好 三读通过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委员会的顺序来开始审议 照惯例我们这个会期 是审议市府提案 关于财经的部分 那我想跟大家报告 因为财经的部分 可能分散在不同的提案里头 有的是市府提案 有的是议长交易案 有的可能也是 大概就是这两种 市府提案跟议长交易案 那我们把同属于财经的部分 不管是市府提案 或是议长交易案 我们合并等一下一起处理 各位同仁对这样的程序有没有意见 确认 好 现在从财经委员会开始审议 请召集人郭建盟议员上报告台 请专门委员宣读议案 审查财经列市政府提案 请拿出市政府提案 审查意见会编 请翻开财经列第九号案 请看财经列第九号案 主办单位高雄市政府金发局 按由 请审议经济部水利署补助市政府办理 一百零五年度 简易制海水供水改善工程 经费一千两百三十九万元 挂湖中央补助八百五十四万九千一百元 市政府配合款三百八十四万九百元 您先行电付执行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照审查意见通过 下一案 接着请看财经列第十号案 主办单位高雄市政府金发局 按由 请审议经济部水利署补助市政府办理 一百零五年度 自来水用户设备外线补助计划 经费一千五百六十五万三千元 挂湖中央补助一千零八十万元 市政府配合款四百八十五万三千元 您先行电付执行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同意办理 接着审查议长交易市政府提案 财经列第三号案 请拿出议长交易市政府提案 审查意见会编 请看财经列第三号案 主办单位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 按由 请审议经济部水利署补助市政府办理 一百零五年度高雄市原住民族地区 检疫自来水系统营运计划 经费两百五十九万元 中央补助一百七十八万七千一百元 市政府配合款八十万两千九百元 您先行电付执行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接着请看 市政府提案财经列第十一号案 请看财经列第十一号案 主办单位高雄市政府主席处 按由 请审议一百零四年度高雄市地方总预算第二预备金 动支数额表 委员会审查意见 民政委员会招案通过 设政委员会一招案通过 二 陈议员丽纳 方议员新年保留发安全 财经委员会招案通过 交易委员会招案通过 农林委员会招案通过 交通委员会招案通过 保安委员会招案通过 公务委员会招案通过 请审议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保留发安全的议员没有来 所以本案各位同仁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招案通过 请看财经列第十二号案 主办单位高雄市政府财政局 案由 请审议本市信心区信心段三小段 1470第一号一笔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积为三十四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们意见 来稍微慢一点 看一下要不要说明 好就请我们在念的时候 每一个画面都出现让议员看一下 包括照片包括地极图 包括你们的说明文件 大概就是这三种 在民生一路 新兴区你们的选区 选区的议员们意见 各位同仁们意见 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十三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信心区信心段三小段 16141616地号两笔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积为一百三十五三十四 挂湖 合计一百六十九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设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来看一下画面 新兴区的 新兴区的 在南华路里面 在南华市场里面吗 各位同仁没意见 是这里喔 所以他一面面向中山路 一面面向南华路 在信心分局的后面这边 是不是 中山路上 好 各位同仁没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十四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信心区信心段三小段1620地号一笔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积为一百四十一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设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 有没有意见 这也是在中山一路上 照片咧 面好宽喔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同意办理 接着请看财经列第十五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信心区信心段三小段1621地号一笔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积为一百二十九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后办理让设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这是第十五号案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请蕭勇达议员发言五分钟 因为我没有到现场去看过 但是这样看起来好像十四号案十五号案 都连在一起 对不对 照常理来讲 既于替人民勘警荷包 你连在一起 如果分开卖的话 价钱一定会比较低 合在一起卖价钱一定会比较高 因为它的所有权 都没有被分割 怎么没有想到说是把它合在一起卖 解释一下 请局长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萧委员 刚刚你看照片 这个顶头都已经人 已经都出租了 我们只有土地的 那个地都是出租人自己的 他现在筹足钱要来跟我们买 所以我们是让售 是让售 不是标售 当然啦 如果是空地 我们就会把它合起来标售 这样一块地 大概我们估价都要五千多万 所以他们租了一段时间之后 筹足钱来跟我们表明 说要来买 我们才来让售 您的建议很好 但这不是空地 地上屋都是他们私人的 那我请教你一下 第14号案跟第15号案 所有人或在租的人 是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 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是实际 成租的人 对 实际成租的人 那一讲将我们一件 好 那我是建议啦 局长 下次这种连在一起的 头一案的时候 就要告诉我们 后面整个案是黏著会 不是我们已经想到第三案 第四案才发现 都黏著会 所以是图的时候一起 然后你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是13号 14号案15号案 是黏著会 在第一个出现的时候 就要有义务 告诉所有的议员 等一下是一个一个案 都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好不好 我们图都画在一起 都画在一起 可是你这边没有写 第几号案 好不好 再加一个提本市 议会的这里 都加一个是第几号案 而且在第一个出现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会是连续一起的 那也请专门委员 在这个部分 特别提醒议员 当第一个案子出现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所以后面连续几个案子 他是房子都连在一起 土地连在一起的 这样好不好 这样才有助于议员 做更严谨的审议 谢谢 本案有没有意见 报告议长 那我是不是把这个 连在一起的 我现在就跟各位议员先报告 等一下都有很多 对不对 那 那 二十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这四个案子连在一起 二七到三十 那三十一到 二七到三十 对 三十一案到三十七号 案子连在一起 那三十八号案到 丁门委员记起来 三十八号案到四十七案是连在一起 这两个是 五十跟五十一是连在一起 好 就这样 这样各位同仁 要审议的时候也比较严谨一点 后面还有 八十二到八十八是连在一起 后面的标售案 我刚刚讲的都是 浪售案 八十二到八十八标售案 是连在一起 先跟大会做报告 好 方便各位的审议 谢谢 那中文委员 有没有记起来了 等一下第一个案子出现的时候 因为图都会一起出现 那就告诉我们 说是后面好几个案子一起 另外我再拜托 也提醒财政局长 以后连在一起的案子 一定要让他连续在一起 不可以 有的在第一号案 有的跑到第十五号案 不可以跳开 那这样我们刚刚的美意就没有了 好 谢谢 针对第十五号案 有没有 有没有意见 好 同意办理 接着请看财经列第十六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新京区大统段 一小段 一三八六 一三八六之九 第一号良品出租 是有非公用土地 面积为九十十八 挂屋 合计一百零八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 要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一件 不同意办理 请审议 本案是不同意办理 是不是请召集人 跟大家说明一下 不同意的原因在哪里 下一大块报告 尚惠奇这个案子已经提出 那因为成租人 呃 只成租了一年 还不到一年 他马上成租就马上要 要买 那地主是土地开发公司 那我们认为说 这块地因为四四方方 我们希望土地开发公司要赚钱 呃 也可以留一些给高雄市政府赚 我们不是不卖它 我们希望放着让隔壁的房子盖好 有成交价 墊高价 之后我们再来卖 所以我们建议市府 呃 呃 先搁置 再过一年 呃 以后 两年以后 等附定的价位提高 或者是 呃 呃 房屋所有权员 有要合并处分的 意愿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再来做处分 以上报告 那是不是图上面黄色这两块 对 就在明生路跟中山路口 就黄色的这个嘛 齁 是吗 对 好 那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因为这本案小组是认为不同意办理 尊重小组齁 好 第十六二号案 照审查意见通过 请看财经列第十七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三明区三块错断 一小段 六二二之六十七地号一笔 出资是有非共用土地 面积为三十五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 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好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十八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三明区水源段 九三一之十二地号一笔 出资是有非共用土地 面积为五十一点零二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第十八号案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 有 好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十九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铃亚区福育段六一三地号一笔 出资是有非共用土地 出资是有非共用土地 面积为五十九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们意见二十号案 按 按 同意办理 二十一 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 二十一号案 同意办理 按 请看财经列第二十二号案 按 请审议本市银城区银中段三一五三一六地号两笔 出资是有非共用土地 面积为一百零六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二十二号案 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二十三号案 案 按 请审议本市银金区中心段二零四地号一笔 出资是有非共用土地 面积为一百零六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二十三号案 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二十四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前证区银南段一小段 一零五二之七地号一笔 出资是有非共用土地 面积为一百零八点零一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二十四号案 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二十五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前证区银南段二小段 二一五二一六地号两笔 出资是有非公用土地 面积分别为二百四十四六十八 挂乎合计三百一十二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不同意办理 请审议 请召记人说明一下不同意办理的原因 因为后面有一块水利地 如果一起跟农田水利会讨论或一起做处分 这个标售的土地价格会更高一点 所以我们请我们财政局再去努力一下 整合好再来做标售 以上跟大家做报告 所以申购人在农田水利会在旁边也是他的土地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后面嘛 后面二一八之二也是申购人的代理 他高雄农田水利会他还没有协调好 中间那一块 二一七水利会的啊 但是二一八之二是申购人的 现在小组给我们的决议是说 等那个要申购人 也农田水利会的部分也协调好 跟我们一起再来 这个让做价格都会好一点 好 本案小组的意见是不同意办理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好 照审查意见通 来 陈议员 不好意思 没看到 五分钟 我想请问一下 农田水利会的这个下面还有灌溉沟曲吗 没有 没有 那在 就我所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土地 都是这个 因为它其实没有灌溉功能 在这里已经没有灌溉功能了 但是它下面其实还是沟渠的很多 这一块是吗 是这一种的吗 下面还有沟渠的吗 局长能回答吗 跟议长还有陈议员报告 因为这个农田水利会的土地不是我们管 所以他们申购人 他只是说黄色的是我们室友地 他来申请让售 那农田水利会他还没有协调好 所以小组審查的意见就是他自己要协调好 因为现在中间隔这样我们让收的价格就不是那么好 所以你们了解这一块农田水利会的土地的状态吗 因为我看到它的状态是长这样的吗 这很有可能以前都是灌溉沟曲的用地啊 所以如果以这一个区块来讲 因为有一些地方被切了 那有一些变成道路 那其实这里是没有灌溉功能了 那但是呢 他留下的是有某一些区块下面还是沟渠啊 那这边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这个土地能不能卖 因为已经到中央去了 这个过程跟我们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 如果你这块土地不准他卖 他后面这块土地不一定能够按照 会有这种的难度 那当事人要申购的人 他们应该要自己去努力 跟要不要合并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是两件事 我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他很有可能农田水利会还要报啊 然后他到时候准不准 那他是不是还在这个区域内 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地方 他能不能这样子卖 其实现在都没有一个定论耶 所以对于农田水利会 能不能切这么一小块 就合并在一起卖 也许都还有难度 那会变成就是说 原先应该这块土地要卖给他的 你现在不卖 那对当事人来讲 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解决的问题 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 我是先提出质疑 因为我曾经遇过类似像这样子的案件 然后就造成了当事人一直都很困扰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事情你们有了解这块土地的状态吗 农田水利会的土地 这个我们针对陈议员给我们的意见 我们下去了解 如果把那厘清之后 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下个会期再提出来 OK好 以上 农田水利会的土地好像也有一定的面积才能卖 对不对 不一定不是说他会长同意卖就卖 还是有一定的法规的限制 所以下个会期如果有需要你再提出来 本案 审查意见是不同意办理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第25号案 照审查意见通过 请看财经列第26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美农区 竹头角段2369-1 第号一笔 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积为87平方公尺 您完成主份程序要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 请审议 26号案 各位同仁在美农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同意办理 接下来27号到30号 这四个案是 那个土地是项链的土地 那我先报告财经列第27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大辽区 翁原段803-5第号一笔 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积为5.89平方公尺 您已完成主份程序要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 请审议 我们是不是听到那个地级图这里 然后让大家知道27282930是分别哪几块 请审议员发言5分钟 请审议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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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房子前面的那一小块 类似麒麟地 那这样我懂 好 没问题 好 27282930 但是这四块 各连在一起 但是是分别都是开了汪源路之后的麒麟地 那我们现在审27号案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好 同意办理 请审议员发言 请看财经内第28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大辽区公园段803-6D号一笔 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积为5.04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 请审议 他们现在其实已经在做车库了 就是车库了 这个部分 好 第28号案 有没有意见 好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内第29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大辽区公园段803-7D号一笔 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积为4.47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 请审议 29号案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请问局长 报告主席 那报告各位议员 我们交杂浪兽是因为针对说细小的市有土地 本身它土地已经完全没有使用的价值 然后因为它交杂于石油地中间 或是说石油地跟道路或是水沟之间 那反而会造成民间土地使用上的困难 所以我们在知识条例上有定定说如果是属于这种状况的话 那它可以直接卖给它以造成说土地一个比较正常的使用 那有没有因为它是交杂让售有比较门槛比较低或是对使用就是申购人比较优惠的条件 跟主席跟各位议员报告 在我们的那个 在我们在估价的时候整个过程都还是要按照它整个基地的状况 那所以其实不会针对 所以不会给他们有比较便宜 那只是说方便之后他们做土地利用而已 好 谢谢 30号案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接下来31号到37号案 这七个案也是相连的土地 先冷读31号案 请按财经列第三十一号案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大辽区三十顶段 三一九八之一零五第号一笔 出租是有非共用土地 面积为二十九平安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或办理让售案 文会审查一件同意办理 请审议 他拿几块一起的 三一三二 三十七 三一到三七 那如果从地图 从这个地极图上看得出来 在哪里吗 要不要请局长稍微说明一下 那现在是三十一吗 在一九八之一零五 三一九八一零五 然后三十 下一案三十二二号案是在 三一九八一零六 是不是 請局长回答 好 谢谢许长 还有各位议员报告 各位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房子盖好之后 它后面 后面是水溝 那淋水溝的那个地呢 是我们的地 是没有盖房子 就是做厚厚厚 那个地呢 是我们的地 那我们留着 老实讲 对市政府来讲 也没什么用途 那他们 他们可以 就每一个住家 他后面可以多加利用 所以我们刚刚 理科长的意思说 就是交杂使用 就是后面的地 就卖给那个住户 那我们估地 估算的价值 是以全比面积 而不是后面那个 优惠给他没有 我们是以全比来 用市价来估算 是这个意思 好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31号案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三十二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大辽区三支顶段 3198-106 第号一笔 出资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积为二十六平方公尺 您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这是台队那一笔的隔壁 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三十三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大辽区三支顶段 3198-107第号一笔 出资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积为二十九平方公尺 您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这是107第号案 三四三号案 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三十四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大辽区三支顶段 3198-108第号一笔 出资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积为二十六平方公尺 您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回到地基图这里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那个 你看109-110没有在这次的处分范围里头 109-110 现在是3198-1109 但是 108 但是下面的案子 109-110就没有了 然后又跳到118去 是不是 我跟议长跟各位议员报告 他当然有申请出来 我们才提到议会 那个都还是在租 就是他还没有申请 所以我们没有提出来 有申请我们才会说 你有申请我来卖你 你没有申请我就收住金 我们是收住金 好 谢谢 那本案有没有意见 第34号案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35号案 按由 请审议本社大辽区三支顶段 3198-111地号一笔 出租市有会公用土地 面积为28平方公尺 你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36号案 按由 请审议本社大辽区三支顶段 3198-111地号一笔 出租市有会公用土地 面积为28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37号案 按由 请审议本社大辽区三支顶段 3198-111地号一笔 出租市有会公用土地 面积为28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接下来 接下来第38号案到第47号案 38到47 这四个案也是相应的土地 先朗读 财经列第38号案 请看财经列第38号案 按由 请审议本社大辽区三支顶段 3198-122地号一笔 市有会公用土地 面积为29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38号案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同意办理 请看财经列第39号案 按由 请审议本社大辽区三支顶段 3198-124地号一笔 出租市有 一笔市有会公用土地 面积为29平方公尺 你完成主份程序后办理让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39号案 没有意见 陈妮娜议员 五分钟 把那个相片退回去 刚刚他所指的 他屋后现在有加盖出来的这一块 他要买这里嘛 对不对 那他以前是用成租的吗 是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刚刚看 一路以来都是同一排嘛 那同一排他 要通常遇到这种状况 要不就占用 那要不呢 他就是租这一块土地 那当然就也占用 那有可能是占用没有租 占用有租 之类 有租这样两种 那通常 一般来讲 比较少会一整个都买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一整排 后来大家都决定要买 这是有申请的嘛 对不对 对 那是为什么 这个感觉还蛮特别的 因为不会那么多户 同时都有同样的 那个吧 请回答 主席 陈议员 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因为 它原来是高雄县的土地 那我们在改制之后 我们去做清查 清查完之后 发现他们有用到市有土地 我们就通知他们 开成使用保障金 那他们有些人就转乘租了 那所以 其实都是在同一个时间 他们知道说 他们有使用到市有地 因为他也乘租了 然后所以我们 我们就辅导他乘租嘛 那也会跟他说 如果他愿意买的话 他可以买 所以他们就出兵就有机会 说不然就会来买就好 然后所以才教人这样 是这样 所以因为我刚刚看 那个光是市价估起来 这样子买下来 都要一百多万块两百万嘛 是 是不是 那所以后续 其实他盖房子的时候 他都盖到 不是 就是私有土地的部分 后面家盖的才是市有地嘛 对不对 是 OK好以上了解 那市有地的部分是先租才盖吗 还是先盖再 那都以前就已经有占用了 只是说我们清查的时候才发现 那因为我们规定本来就是 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号之前 那其实很多民众以前也不知道 他的地有 後面还有固有地 因为他很多都以为 后面是水沟 那只是那个水沟 后来分出来的余地 然后后来我们去量才发现 那是市有地 以上说明 这有没有切钻的问题 那个 三十九号案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有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张翰中议员有要发言 没有 主席 因为为了这么一直念这些 特别都同样 是不是我们 几号案都一立一立 就这样不要再一直练 我们还要念这些都同样 整个都同样 那就是 那以前 但是我们也是要一按一按 一按一按 你就按到四十号 那我们把四十号案 一支 四十号一直念到四十七 然后再一按一按敲 这样好吗 做一次说 做一次说明 你的意思是这样 不要 就是不要 我们就是自己 自己参业就好了 可是也是要宣 自己参业就好了 程序是第一要宣读 第二要敲锤子 所以还是要一按一按一按 四十二十三十四都同样 不用再在一起 再一次 做一次粹粹好了 现在是粹粹粹 再来看四十一 但是等一下还是要 一键一键敲 对啊 议长 你就一键一键敲就好了 他念一起 那个念一起念 你就从四十一直念到四十七 然后 一键一键看 但是我们一键一键敲 那一口氣唸到四十七 來現在唸四十一 四十 四十吧 好 請看財經列第四十號案 案由 請審議本社大寮區三指頂段 三一九八至一二五 一號一筆稅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二十八平安公尺 你完成處分成績要辦理讓售案 那四十一號案是 三一九八至一百二十七 第四十二號案 面積為二十九平安公尺 第四十二號案 三一九八至一二八 面積為 等一下你四十一念完要看一下圖啊 也是要把它秀過 來 照片 好 四十二 四十二是三一九八至一二八 面積為二十九平安公尺 四十三號案 四十三號案 三一九八至一二九 面積為二十八平安公尺 四十四號案 三一九八至一三零 面積為二十七平安公尺 四十五號案 三一九八至一三一 面積為二十八平安公尺 四十六號案 三一九八至一三二 面積為二十九平安公尺 四十七號案 三一九八至一三三 三一九八至一三六兩筆 四十二十二 面積分別為六十二十二 掛幅和計七十四平安公尺 你完成處分程序要辦理讓授 委員會審查意見 都是同意辦理 請審議 好那我們一件一件敲 四十號案有沒有一件 同意辦理 四十一號案有沒有一件 同意辦理 四十二號案有沒有一件 同意辦理 四十三號案有沒有一件 同意辦理 四十四號案有沒有一件 同意辦理 四十五號案有沒有一件 同意辦理 四十六號案有沒有意見 同意辦理 四十七號案有沒有意見 同意辦理 接著四十八 接著請看財經列第四十八號案 案由請審議本市鋼山區鋼山段三九九至六十七第號一筆 出資室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九平方公尺 你完成處分程序或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 同意辦理 請審議 四十八號案有沒有意見 同意辦理 接著請看財經列第四九號案 案由請審議本市鋼山區大人段一五四六第號一筆 出資室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十二點八七平方公尺 你完成處分程序或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 同意辦理 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四十九號案 同意辦理 接著第五十跟五十一是相鄰的土地 那我一次把他列完 五十到五十幾 五十跟五十一這兩個案 好 那請看財經列第五十號案 案由請審議本市鋼山區大人段二四零七之八 第一號一筆出資室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四平方公尺 您完成處分程序或辦理讓售 五十一號案二四零七之九第一號 面積為兩平方公尺 您完成處分程序或辦理讓售 委員會審查意見都是同意辦理 請審議 五十一號案 五十號案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都是很小塊 同意辦理 五十一號案有沒有意見 同意辦理 接著請看財經列第五十二號案 案由請審議本市鋼山區五角段一一一一之十一 一一一一之二十四 第號兩筆出資室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十三三掛湖合計十六平方公尺 您完成處分程序或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五十二號案 同意辦理 請看財經列第五十三號案 案由請審議本市鋼山區鬥月部段 下菜園小段十七之一第號一筆 出資室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六百三十四平方公尺 您完成處分程序或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請審議 本案經過黨團協商送大會公爵 請曾俊傑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 從五十三案開始 一直有幾個案 後面後續有幾個案 可能到 十二跟十三個案 這些 要標售的土地 都超過五百平方公尺 我想說這 知識體大 因爲它分佈在各區域 我想說是先行各自 就差不多 五十三 五十七 五十八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五 六十九 還有那個 七十七十一 七十五 七十七 八十二 這都有十三個案 因爲土地都很大 那 也希望這 共同來討論 因爲今天浪索不是說太多 我是不是說 議長其他社會 我們 沒有意見 還可以大地 我希望大家共同來討論 因爲分佈到各區 每一個人可能議員都有不同的意見 是不是這十三個案 先行各自 這樣我跟各位同仁報告 就剛剛 議長就是我們昨天協商的那十三個案 是先行各自 就是曾總召剛剛提 針對昨天政黨協商的十三個案子裡頭 有十二個案子 是宋大會公爵 這十二個案子先各自 所以如果這十二個案子各自的話 我們就先處理其他 那個 非昨天政黨協商的那幾個案子 各位同仁沒有意見 然後 那個 議事主需不需要每個案子念 然後才各自 不需要 那我們把 按號 念一次好不好 我先確認一下看對不對 第五十三號案 第五十七號案 七十號後面都有備註 有備註很多小字那個 五十八號案 六十一號案 六十二號案 六十五號案 六十九號案 七十號案 七十一號案 七十五七七八二一零九 我再唸一次 十二個案子 五三五七五八 六一六二 六九七十七一 七五七七八二一零九 這十二個案子 今天先各自 八十四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有人覆議嗎 八十二到八十八八 八十二到八十八 八十二連接在一起 八十二連接在一起 八十二跟八八連接在一起 八十二到八十八連接 九十一洗 五十二十師 十二十四 五十三 十四十五一 十二十二十八 俗四十六六 家未來 解決 為了處理這個案 公開透明然後 這個那麼大了我想大家如果有興趣的一樣十二個奧案 應該不用多少看安排一下差不多半天的時間 三個鐘頭就可以先去了解要真的有意願 不是只有隔著面積大所以我們就慢慢處理 或是這個什麼隔世以後再處理 以後要怎麼處理我想要實際去了解一下 看不是尤其你在光只有在文字上在圖面上 在他的書面上看可能不完全了解 應該要實際去 在那個那個 現場勘查之後 再處理 並不是說這個什麼隔世處理 是隔世 建議這樣隔世之後 請財政局 安排適當的時間 然後邀請相關 有意願 有需要去了解的 我們就現場實地先刊 然後之後再到議會再來討論 謝謝 周中在議員的意思大概是說 就今天先別處理啦 明後天排個時間去現場會刊 所以我是不是做這樣的才是各位同仁同不同意 剛剛念那幾個案子 我們今天先不要處理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案 那我就先把其他的案子 今天先 處理其他案子 剛剛念的那12個案子 明天再說 那等一下會後我們討論一下 看什麼時候要去現場會刊 或是怎麼處理 等一下休息的時候 來討論一下 這樣好不好 好 那那個請召集人說明 謝謝議長 也跟大會報告 實際上我們的所有土地處分 不管大塊小塊 都有發函給所有我們的議會同仁 那這次的土地 全部大概八十幾塊 每一塊都有去看過 那包括不是只有財經 也包括非財經的 李喬如李議員也去看過 但是大家針對五百坪以上的土地 如果有特別意見 我們尊重大會 獲議長決議 以上報告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你們黨團再討論一下 休息十分鐘